2月24号是农历正月十五,我们迎来了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这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节日之一,因此人们常常说闹元宵。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古代的元宵节与今天相比更为热闹,尤其是在唐朝时期会连续举行三天的庆祝活动,可以被称为中国传统的狂欢节。 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就标志着春节或者叫年,它的结束,所以它就是一个节日的高峰,它就是一个像结束之前的一个高峰或者叫一个高潮,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又把元宵节当成狂欢节,所以非常热闹,灯火通明的那种状态,男女老少全部涌到大街上,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专家表示,除了传统的燃花灯,猜灯迷外,过去元宵节的活动形式非常丰富多样,男女老少会特别装扮自己,戴上各类不同样式的面具,堪称是一场热闹的假面舞会。 其实它这个活动非常多,灯迷就是其中的一种游戏行为,唐宋时期那个灯可能扎到十几丈高,它就变成一种从官方到民间都共同要参与的一个活动。 然后到了这三天的晚上,它就踏歌表演,所有的人都穿各种各样节庆的服装,就像假面舞会一样,这个服装呢,就非常的夸张,而且还可以难戴雨面。 你戴上面具,我们都不知道你的性别是什么,所以就整日在街上看各种各样的踏歌表演,包括舞蹈表演,还有一些舞龙灯,什么狮子舞,什么皮影戏啊,什么傀儡戏啊,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狂欢。 专家介绍,元宵节之所以要燃花灯,其实是祭祀行为的一种,过去元宵节有一个习俗叫做走百病,寓意就是去除百病,祈求平安。 这个花灯呢,因为它是晚上燃灯礼佛也好,或者是道教的点灯也好,其实它都是有一个祭祀的行为在里面,过桥走百病,就是要通过一座桥啊,就能把自己身上的疾病或者不如意就走掉。 所以男女就成群皆对的在郊外游玩,所以这个是一个挺罕见的一个场面。 专家表示,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类似值得挖掘和品味的文化内涵数不胜数,在他看来,继续不断挖掘传统文化内涵,是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好方式之一。 我是建议元宵节我们可以更多地去挖掘古代,它的一些很多价值观念是如何,就寓于节日当中,然后我们怎么样去继承发扬。 所以我是建议我们可能国家更多地花时间给民众提供更多地去感受传统节日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也希望节日,比如元宵节把它作为一种假期,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感受传统。